今天AT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极吐速递1519 选选原因是 内地电商平台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加上内地政策推动内外贸一体化 跨境物流的需求预料会持续提升 电商平台当中拼多多跑赢阿里巴巴和京东 主力承接拼多多订单的极度速递可以提高一线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贸易政策落地 新兴市场逐步成为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重要地区 极吐速递业务跨越13个国家 2022年全球交付包裹超过146亿件 根据统计机构的资料显示 按2022年包裹量计 集团在东南亚排名第一位 市占率达到22.5% 因此极吐渴望受惠东南亚市场电商市场崛起 激土上市价是12元 11月跌到10.72元后见底反弹 11月底跟随拼多多股价冲高 昨天上市新高是14.06元 收报是14元 策略上求资者可以在13.5级纳 签上网大行目标价14.7元 跌穿12.8元就适而减次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广共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广共转